有一個客人跟老公開餐廳 後來發生什麼事 他其實是一對夫妻 那一對夫妻他們開餐廳開了30幾年了 那餐廳剛開始是很好 而且也有賺錢 早年 但是到了後來老公年紀大了 年紀大其實有一點做不動了 那做不動了就變成後來生意 就慢慢就兩個老的 請一個打工的人 那就這樣子應該講說做不動了 那做不動了就是一做 每次那個都是minus 都是料金這樣就不是很好 那後來他剛好他的女婿 他們嚇死 那這個女婿就剛好沒工作 沒工作的時候他就來跟 他其實是女婿來跟那個 丈母娘來商量 他說這樣子 我也不想說每天我回來 上班那麼晚 每天回來小孩子都看不到我 那我希望在餐廳裡面幫你們做 你們做不起來是因為你們不會經營 那我來經營 我經營的一定會比你們更好 但是年輕人的idea 他真的是經營的很不錯 那後來他就來的時候 因為他是完全外行人 什麼都不會 那他們就變成老夫妻想說這樣子也好 年輕人比較有榮 因為年輕人三十幾歲 那剛剛好正這個時間 那他就開始來的時候 他老公是這個岳父是一步一步一步的 教他去做這些 煮菜什麼這些 就是廚房的工作 因為外面那個可以請人 廚房的工作很難請 好了那就教他交到會 那交到會當然 老公就退休了 就也其實不是真的退休 在旁邊洗碗 那就這樣子 那剛剛好這個房子 中路要聽 中路要聽他就是要往後說 或是用往後說變很小 很小他們就心想說 要不然就收起來 或是說到別的地方再去找一個地方 我們來蓋也是來蓋一個 另起爐灶 對 另起爐灶 結果就這樣子 因為這個問題是在日本 那因為他們那個中路 跟台灣不一樣 他們會分很多錢 那因為那個可能 城中政府要徵收了 對 徵收 那那個全部都下來了 下來有很多錢 很多到底多少錢 差不多以外的這個 日票 那可能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呢 因為一聽到這個 爹爹說的過程中 那女婿當然聽到了 那那個女婿就來跟那個 丈母娘講 就跟他媽媽講 就說我應該 因為你們當初是要倒的房子 因為這間店是要倒的 你要倒的是中間是我來幫你們 再把它發揚起來 這好像這個房子 因為他這個女婿進來做五年 這個五年的中間就沒有讓他倒 這個沒有讓他倒 才能撐到現在政府來徵收 那日本的政府徵收是有分電的徵收 徵收部分 房子的徵收部分 他因為電他還要在賠你電的錢 那他女婿意思說 這個賠電的錢是應該是我的 因為你的房子是應該 在五年前就倒了 倒了你就只有房子 沒有電這個部分 我如果沒有收留 你如果今天 我說我如果沒有來幫你做 你怎麼這樣 你不會你會倒 就是這樣子 那結果結果這個 這個女婿就跟那個丈母娘講 那丈母娘講說 這個店是我三十幾年苦苦經營 雖然你來 但是我也付你的薪水 我因為你做得不錯 所以我有付你那個 就是有那個紅利給你 那你是我請的員工 那他你是說 我如果是你的員工 我就不會這麼死心塌地 這麼積極的去花揚這個店 因為是如果說我去賈陶樓 那你做好做不好 關我什麼事 我這麼認真的晚上回去 一直考慮 一直想一直想 明天要怎麼樣做 怎麼樣做 就因為那個經營模式 對 就這樣子 後來那個丈母娘不給他 不給他就這樣子 他明天就馬上就跟他講說 那我不做了 就馬上收 因為都是他在煮 所以他明天就真的沒辦法開店 因為離那個政府來徵收 差不多還有一年 但是問題是 因為你去不做了 不做他就要 真的馬上就要關起來 就這樣子真的關起來 後來他們中間也有在談 談到後來給他一半 這個店的徵收錢 丈母娘給他一半 再給他 所以總共給他一千八百多萬 讓他就是給他 他但是他也沒有回來 不只他一億多 這個是連房子 他這個 這裡可能就是這個店 可能是好像是三四千萬 那他可能給他一千多萬 那這個中間丈母娘心裡面就很不快樂 很不高興 因為他這一千多萬就拿到 沒完的地方 他就去開一家店 好 那個店開的跟這家店是 一模一樣的這個狀態 那他就在那裡 丈母娘拿了一千多萬 他心裡面想說 我本來一間店好好好 我一老闆而已 但是他現在拿到 他變成他開的 他是老闆 所以丈母娘再也不去他那裡 但是心裡面一直 一直瘦 瘦到快要瘦死了 這中間就是我們旁邊的人聽起來 他這個我們 這樣丈母娘也很難做 很難做 公親很難做 因為兩本人 說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真的有錢 他如果沒辦法做 因為五年前真的就倒了 就沒有那個店的 洪律師你如果是丈母娘 你會給嗎 其實我不會給 我會找另外的人來做做看 搞不好也成功 怕誰拚就對了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我們 比如說真正手上拿到這筆錢之後 可能比較有餘力 去感恩別人的付出 因為他前政府徵收的錢 就還沒拿到手上 我覺得沒有拿到手上的錢 然後你硬要人家跟你分 人家也有壓力 如果是我的話就拼拼看 不是只有你能把我的店做起來吧 其他人也可以啊 阿德呢 我是不會像他這麼賭氣的啦 因為生意真的沒有那麼好做 失敗率很高 那時候是雙重打擊 我的看法是就是說 我覺得既然要談利害關係 我們就純看利害關係 我就會想說 反正有幾種可能 哪一種最有利 我就選哪一個 因為這樣的對立 不可能沒有損失的 不要妄想 也不要想說我要賭一口氣 我自己把它印灰了 也不要這麼想 那很危險 生意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我覺得 你看這兩邊 其實每個人都認為你恩將仇報 對 兩個人都覺得很 就是人性的考驗嘛 這個人性就是 立即的方式去出發 這種家庭纏紛 一定會結婚的 怎麼講多無理啊 夫妻之間誰對誰做 你上個禮拜 這個禮拜對 你知道太貪了 就會只看到自己要得到的 都沒有覺得自己 別人的付出看不到 我覺得他還是一樣 還是缺一個專業 假設今天有政府補償經濟 你今天一直幫律師找工作 沒有 我覺得 沒有問題 還要幫他自己吧 我跟你說 小小的錢 可以解決你們彼此之間的人性 十年 二十年的考驗 我覺得 可以皆大歡喜的 皆大歡喜 好 我有一億元的立票進來 找個律師寫一寫 我錢一寫我分給你多少 多少錢 然後這個店怎麼經營 把它拆成股權 股東 不要去猜 你們都要想 中華還是中立 其實你看看 他們到最後也是分一千多萬 然後跑去北邊 如果今天大廚講好 勾分 這根店 一千萬 一千塊 那你分多少分多少 那繼續你說 我退到後面去 贏一個小股份 那繼續做 其實主導權給他 你能夠安養點臉 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有更好的方法 會有更好的方法 而不是雙方都不滿足的方式離開 去恨人家 請專業的進來協調好 我覺得白紙黑字 我覺得白紙黑字有個好處是 一時的誤解 可能三五年後 他會慢慢釋懷 因為大家家裡那牆 我白紙黑字在那邊 他可能有一天會是 但是如果你沒有白紙黑字 永遠把這個仇恨傳給下一代 跟我的兒子說 你阿嬤 怎麼怎麼 會 他要把仇恨傳到下一代去 律師講的就是 無資真的會讓人 帶入那個痛苦的地獄裡面 為什麼 因為他無資都以為 我這樣做我就可以爭取到什麼 無資 所以真的要找 律師知道 你的範圍在哪 剛開始 他其實不知道 有這麼多錢的 收入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剛開始兩個都不知道 他們都不知道 政府會徵收這一塊 事後才知道 知道以後就開始去徵 是知道以後才開始徵 有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還是 白紙黑字寫好了 政府如果不給錢的話 這個風聲就沒事 不過是這樣 因為張母娘會覺得 我對你有恩 沒有找你來 你怎麼有辦法有今天 當初他沒工作的時候 他 而且他會 張母娘會覺得 我把我祖傳的 對對對 對不對 那個祖傳的東西 那個是 那個價值無價 女性會覺得說 如果我這麼認真 你們兩個人就倒了 因為沒有轉型 你就死掉 你再怎麼 那個醬料也沒有意義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